用到那个函数用的比较多 好像Lookout用的比较少 好像大部分用VLOOK函数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查询的方式不让Lookout 而是要用什么 我把它切过来 这边拖拉过来一下 按了感受键 按感受键就是复制 然后把这边改成用VLOOK函数再查一遍 VLOOK 我们换个方式 也许也是下拉清单 但是查询的方式改为用VLOOK函数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查到需要查的资料 这里面的话第一个 也是先把这边删掉 我们用换个VLOOK函数 最为主要VLOOK函数的话 它的查询方式跟Lookout有点类似 那观念上面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建立 有没有要先放在这边一下 插入函数 那各位可以在检视与参照里面向下拉到最下面VLOOK函数 找的是有五个栏位的表格 就是Table 最左栏 观念在这里 他查询的依据只能够在最左栏 意思就是说第一栏 那如果你要查第二栏可不可以 如果用VLOOK函数是不行的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 他一想到要查询资料 然后就想到VLOOK函数 他想说老师我要查编号可以 可是为什么我不能查姓名呢 道理很简单嘛 因为你的姓名不在第一栏 如果你要查姓名的话 请你把姓名搬到第一栏 就可以查询了 OK所以关键在这里 很多同学常常会问的问题 我一看最重要的就是观念不清楚 VLOOK函数只能够查第一栏 第一栏以外的要查询 你不能用VLOOK函数 也许你可以用LOOK函数 LOOK函数它就不会硬性要求 一定要是第一栏的 OK这个观念的话 如果以后你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的话 就知道该怎么解决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一样会有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要查什么 LOOK函数 我要查编号 第二个呢 你要查的table 这是范围在哪里 那当然你可以切过来 切到lookup 我要找这个范围 其实栏位名称可以不用查 因为查的话 多半是这个范围 所以请你把整个范围告诉他 然后呢 他一定是帮你查什么 查第一栏 就是编号 所以他会把006 去查一下006 去查一下006 有 就帮你把这一栏的其他的栏位 通通要抓过来 对不对 可是 第三个问题是 colon 这叫colon colon是colon colon是栏 index index 是所以 第几个的意思 number是数量 也就是你要查的是 查回来的是 相对于这个表格的 第几栏 那特别注意 他一定不可能是1的 1绝对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1一定是编号 所以这个数字一定是大于1的 可能是2 可能是3 可能是4 那不过你不能说 他本来后面 他总共有五个栏位 你给他6 他没有东西 你给他 那他一定会产生错误的 OK 好 所以我要查姓名在第几栏 1 2 所以你就数一下2 好 我就输入2 第三个 第四个问题 就两个 true或false 也就是说呢 true呢 或省略 代表找最接近 true是一般我习惯用1 1的话是true 也就是说呢 找最接近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找不到 一样一模一样 比如说要找006 那可是没有006呢 他就会帮你找接近的 那比如说找005 帮你把005带回来 但是如果你输 是0的话 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代表要完全一模一样 如果找不到006的话 他就会找 回来告诉你说 not available 找不到 OK 好 那一般习惯我们用0 0的机会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我要找一模一样的 OK 好 我们确定 好 这个就找到了 那其他的怎么做呢 其他的 你可以把它一样复制 那我们 差别只是在怎么样 公式里面 只要改一个地方 本来是查第二栏嘛 你把它改第三栏 不就把第三栏抓回来了 那如果你要把第四栏抓过来的话 那就把第四栏 这个地方改成了 二三四 打勾一下 好 5 那一样的方式啦 反正就是把 关键就是在哪里呢 应该 可以理解吧 第五 哪一栏 抓回来 所以观念正确之后的话 你以后使用V栏数 就绝对不会错误了 好 不然很多朋友发现 奇怪 为什么都查不到自己要的东西 原因在这里按打勾 OK 好 那你这个时候下拉清单 点击 他就帮你找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输入009 009没有嘛 对不对 按应该会怎么样呢 出现什么 NOT AVAILABLE 而且你输入值不正确 而且会出现什么 一个这个叫N底线A 其实就是NOT 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找不到东西 那找不到东西的话 它就会出现错误的讯息 OK 但是如果你将来 把这个数字呢 输入成1的话 它还是会出现 只是会找接近的 009它还是要带008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查询界面 我刚刚是拖拉过来 这个拖拉过来 然后呢按Ctrl键 按下Ctrl键之后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工作表的复制 按Ctrl键 它有个加号码 有没有 放开 它就会多一个 那你把这个查询界面 改一个名称叫VLOOKUP 那再练习一下 把lookup函数 改为VLOOKUP函数查询 OK 那另外 你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比如说 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查的是什么 假如说你今天要查的是姓名 由姓名去做查询的话 那我刚刚讲过 你的资料来源怎么样 这个也在复制一个 这个2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栏 跟这一栏两个颠倒一下 就可以查姓名了 也可以这样练习一下 看你要查的是哪一个地方 那特别注意 你就是把这两个交换一下 剪下贴过 也许这个先剪到旁边 这边贴过来 两个颠倒一下 诶就可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特别注意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的那个VLOOK函数 它只能够查最左栏 就是第一栏 如果说你今天要查的是姓名的话 那比如说你可以把两个栏位 把它颠倒一下 其实就可以查了 但是还有地方就是说 你查询的资料 不能有重复的 如果重复的话 两笔它会只帮你带一笔而已 它不会两笔都带给你